台湾的铁道四通八达 火车是我们主要的大众交通运输之一 对返乡的游子或是出外旅游的观光客来说 搭乘火车都是最佳选择 而每天有上千位旅客进出的火车站 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可以让旅客们满意又安心呢 我觉得在车站的话 应该是会有像那个游客中心一样 会有服务台吧 就是平常坐火车的时候 你从进站到上火车的时候 你会看到很多工作人员 然后像是检票员 还有清洁人员跟列车长 我应该是可以升任 就是服务台那一边的工作吧 因为那一边就是要跟民众互动的样子 大家好 我是幽城 根据统计全台湾共有227个火车站 而每个火车站都有许多重要的幕后人物 而这些人物他们需要具备什么特质 还有他们分别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今天的Go!来达学 就要带大家来逛火车站 了解这些站务人员的日常 Let's go! 首先来拜访花莲车站的核心人物 林德乡站长 请他来为我们介绍吧 一个火车站要顺利地运行 是不是要很多单位 然后很多人员一起去付出 一起去努力工作对不对 对 因为一般车站 像花莲站它可分为两大部门 第一个部门就是业务类 那另外一个就是吊车行车运转 然后像我们行车吊渡的工作人员 除了比较辛苦要风吹日晒雨淋之外 还要注意本身的安全 那我们售票的同仁有时候会遭受旅客 他不满意的时候也是会大声咆哮讲话 这些我们都还是必须要忍耐下来 花莲车站于2014年升等为特等站 站内工作大致分为业务类及行车运转类 业务类工作通常为常见的售票处 服务台 行李房等 而行车运转类为 列车调度 行车室等等 今天就由我来带领着大家 来一趟车站的探索之旅 直能体验第一站 服务台 服务台的工作人员总是站在第一线 解决各种疑难杂症 来228新走的蛋糕 还有一点衣服 在二车471号跟49号的放多项 好 828晚的帮我 自己开一个帐 也带签收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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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拜拜 好 谢谢 拜拜 姐姐 那请问就是现在这个是什么情况 它这个是遗失物 像你有时候上车的时候会 下车的时候忘记把东西放在车上 那旅客就会打电话来寻找 对 那找到之后呢 那个车长就会拿过来 像刚才就有人在找这个蛋糕 服务台工作人员每天都需要处理 上百件的遗失物 但他们依旧本着同理心 尽力地为每位旅客们找回遗失物 刚才站务员姐姐 他们其实平常就要处理这些失物的事件之外 还有他们等一下要教我做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 这件事情不能出任何差错 因为一旦出了差错 可能就会影响上百位的民众 所以啊 接下来我要好好跟她的学习 究竟是什么工作这么重要呢 现在我亲自来为各位示范 所以你们就是用这一种监视系统 然后配合这个广播 然后能够让这个民众 提早知道列车要开 或者是你要赶快上车的资讯 对 你们平常看这个荧幕要怎么判断 它已经来了 然后要准备开车 像它是4点40分钟的对 然后它在第三月台A测的话 因为比较远 然后大概就是会抓个四分钟的时间 让我们到第三月台 因为它不太容易 那所以现在就可以开始播了 好 谢谢 那接下来我就要来试看看怎么播了 各位旅客您好 16点40分经由山线往潮州方向的 1814自强号 在第三月台A测快要开了 还没上车的旅客请赶快上车 祝您旅途愉快 在列车进站前15分钟 服务台人员透过站内播音 告知乘客们 列车即将进站资讯 避免他们错过搭乘时间 其实过后啊 其实服务台人员 他们需要具备的功能性 就是他们的能力要非常的强 因为第一个他们要有办法跟乘客互动 然后去帮助他们 然后第二个他们需要非常专心 因为他们的播报是不能错误的 场地地方啊 自然会声音非常的吵杂 完全不能出错 就像他只有一次的机会可以播报 然后还有他们的脑袋要非常灵活 因为啊如果他问你问你什么事 然后你就要帮他查时刻表什么 然后要帮他拿什么单子什么 所以他们的脑袋是要非常清晰 然后记忆力要非常的好这样子 各位观众是不是跟我一样 都有个疑惑 每天进出花莲车站的火车这么多 为什么他们的进出站的时间 永远不会有冲突呢 到底是谁在幕后操控这些火车的呢 跟我一起到行车室找答案吧 这个就是我们的号控员 他就执行我们的整个车站EP 我们讲EP板是车子的进站出发 还有吊车所有的号制 通通由他来控制 所以他必须要好熟悉这些号制 然后里面去发号这些号制的运行 对 因为他如果弄错的话 很容易造成重大制裁 所以说他必须很容易 整个车站的运行改化 叔叔 那个71是什么意思 71它是一个紧工专车的车次的代号 那为什么他前面的灯刚后面的灯是红色的 红色的那个我们叫做车辆的车道占用灯 表示红色灯亮了的时候 列车还在指道上 我去看哪里 那边有一台火车停在那里 我去看哪里 那现在红色表示险阻 列车还不能开出去 所以要控制列车的进去 因为要用刚才那一种衣标板 然后去就像飞机的卡台一样控制 对 现在亮黄灯 亮黄灯就是我们要注意 原则上存行 71列是准备开车 对 它这个黄灯就是加注意 然后到时候他在准备通行 所以要赶快加他把所有东西弄好 对 它开车要计备很多 第一个就是车门没有关 然后一个除了号制机 还有一个是开车灯这三项 靠控员的一个小失误 都有可能会造成可怕的重大事故 所以他们在执勤间 必须全神贯注 不容许有任何错误发生 不过铁轨上除了有 载送旅客的火车进出外 还有其他的火车作业在进行 车长你好 你好 那请问他们现在这一个动作 是在做什么 他们这个就是做列车的准备 一般列车如果是在发连车死发的话 我们大概在列车开车前 30分钟至40分钟之前 就要把车厢调到月台 然后他们要连挂机车 那所以是所有的列车都要做这样的一个连挂动作吗 还是说只有固定的车 一般我们列车本身有动力的编组 像这个附星号 取光号 然后这个本身没有动力的编 我们就要连挂机车 由机车来牵引 有动力的编组的话 像有油马 太鲁阁 柴油客车 电力列车这种 它本身有动能 它就不用去再做机车的连挂 花莲因对外交通较不便利 所以火车成为花莲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 除了每天有上千位旅客来到车站 也有许多货物列车进出 为了方便管理这些列车 每个车厢都有属于自己的代码 让站务人员能够一眼就辨识出它的种类 不过车站内除了提供民众搭乘火车外 还有许多贴心的小服务哦 像是爱心服务车 载送行动不方便或是行李过得的旅客 到月台等待火车 如果一个车站的核心人物是站长的话 列车的核心人物就非列车长莫属了 在火车出发前 列车长必须先确认火车上的广播资讯是否正确 并在月台上监看旅客上车状况 火车顺利出发后 列车长会巡视各车厢 这次的体验中 我参观火车站内的许多部门 像是服务台 行车室 行李房等等 成功挑战了站内波音 了解了车站如何调配列车进出站 也学到了关于火车的小知识 感谢这些叔叔阿姨们每天坚守岗位 维护整个车站 守护所有旅客们的安全 确保铁道交通的顺畅 让我们一起搭上火车旅行去 好好体验台湾之美吧 好eeee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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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